大家好,没错,你猜对了,我就是王之锋老师克隆出来的神,想让我成为你的虚拟男友吗?那就请看完这个视频吧。 大家好,最近非常火爆的Chat已经吸引了许多用户,大家对他就是能生成逼真的情感语音就非常满意。 然而也有不少人感到遗憾,因为这款工具无法克隆自己或自己喜欢的人的那种感觉声音。 今天我要推荐另一款工具,它可以克隆任何人的声音,只需要提供一分钟的声音样本。 可以用它来克隆自己的声音,或者你喜欢的人的声音,然后用克隆的声音为你朗读文章或者讲故事,成为你的虚拟男友或虚拟女友,陪你聊天,哄你入睡。 本期视频开头的语音就是用这款工具制作的。 这款工具就是GPT Service,我们看到作者在三天前做了小更新,修复了关于标点符号导致的泄漏问题。 接下来我就演示如何克隆声音制作细腻男友,哈哈哈哈。 香港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找到了梦中情人滑载的几段语音,先用剪映处理一下吧,点击这里智能剪口波。 完成分析后,点开左上角的标记,无效片段,去掉语气词和重复前面的对勾,只保留勾选的挺顿,然后点击删除。 这样AI就会帮我们删除掉音频中间的挺顿。 点击右上角导出,取消勾选的视频导出,选择音频导出,推荐导出W浏览AV格式。 给文件命名,不要用中文,英文和数字都可以哈。 由于我的音频里有背景音乐,所以要去除一下,如果你的音频没有背景音乐,人声比较干净,请跳过这一步。 去除背景音乐推荐这款工具,优雅5。 点击Select the Input上传刚才处理好的音频。 再点击Select Output,选择输出文件夹。 文件夹名称不要用中文。 因为我们只需要提取人声,所以推荐使用MTSNet模型的话,选择这个Curio。 勾选GPU和Vocal Only选项,其他参数保持默认,点击Start Processing开始处理。 处理好以后,来听一下效果声音干净的话,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香港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在电影里出现。 接下来我们用到今天的主角GPT Service。 解压后双击打开文件夹,找到GoWebBI这个文件,双击启动。 找到刚才处理好音频的文件,在地址栏里复制路径,粘贴到这里。 然后点击开始语音切割,等到显示语音切割结束后,去GPT Service的文件路径里找到这个文件夹,切割好音频都在这里。 音频降噪的话,如果音频足够干净可以跳过这步,因为这个功能对音质破坏较大。 接下来我们进行打标。 那为什么要打标呢? 打标就是给每个音频配上文字,这样才能让AI学习到每个字该怎么读。 就打标很简单,就是把刚才的切分文件夹的路径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达摩Ether或者Fast Whisper,然后达摩Ether只能用于识别中文,效果也最好。 Fast Whisper呢可以标注99种语言。 嗯,今天我们只演示中文,所以选择达摩Ether吧。 然后点开启离线批量ISR。 然后当这里显示SDR这个任务完成,就查看终端进行下一步时,说明打标完成了。 接下来叫对标注,这步比较费时间啊。 如果不追求极致效果可以跳过哦。 我们先找到标注文件的路径,就是打开这个output的文件夹。 标注文件就在这个ISROPT这个文件夹内。 右键复制文件地址,粘贴到这里,然后再勾选是否开启打标WebUI。 过一会儿,跳转出一个新的界面。 这里的功能很多bug,我们只做一下文字校对,校对好以后,点击cfile保存。 我们回到主界面,点击这里的gptsovets,在实验模型名这里,给自己的模型起一个名称。 注意哈,不要用中文。 文本标注文件这里,再粘贴我们刚才的标注文件路径,记住后缀名是list哈。 训练及音频文件目录这里,粘贴切分音频文件夹路径,就是这个SROPT文件夹。 然后点击开启一键三连等待,这里显示一键三连进程结束。 点击这里的微调训练,首先要设置batch size。 不同显卡的参数的话,可以参考这个表格。 接着设置轮数。 sovets模型轮数可以设置得高一点,反正训练得很快。 其他选项保持默认,点击开始训练。 显示sovets训练完成,再点击开启GPT训练。 点击推理,点击刷新模型路径,GPT模型和sovets模型,列表里分别选择数字最大的模型。 在勾选是否开启TTS推理,等待谈出推理界面。 在这里上传一段参考音频建议是数据集中的音频,最好5秒左右。 参考音频很重要,会学习语速和语气,一定要认真选择。 今天要去的地方,见证了我成长和改变。 这里呢,输入参考音频的文本,一定要和音频完全相符。 这里输入需要合成的文本,其他参数保持默认,点击下面的合成语音。 我就是王之锋老师克隆出来的生物,想让我成为你的虚拟男友吗? 如果你想让他讲故事,这里可以输入一千字的文本。 需要公知的请在评论区留言,虚拟男友或者虚拟女友,哦,我会给你想要的,哈哈哈哈。